韩流席卷北台湾所到之处加油声不断 韩奋涌上前要签名向韩国瑜表达爱意 我知道我爱你 他结婚的他结婚的 担任超强母鸡力挺新北兰影小鸡拼连任 回想起33年前也当选过台北现议员 那一年32岁浑身是胆然后满头绣法 现在过了30多年过去 依然相信我有一颗肢热的心 韩流为兰影选情加威一份最新民调出炉 张善政支持度27.88%领先 郑韵鹏24.25%落后3.6个百分点 郑保卿4.81% 民众党的赖三菱4.07%掉车位 上次落后3.58%是赢3.58%吗 入死水手还很难说 民调会出售到阿谷不迟大 过去到最喜欢大的抗冬报台 看起来原调在打 绿营在北北基逃路后 尤其新北选情告急 总参应完第11度到新北替林家龙站台 始终的需要你喊吗 表示蔡英文真的已经没招了 民进党今年只能想着顾基本盘 基本盘在很多地区恐怕都会崩盘 但网友看到疫情 27号单日死亡飙到84例 创BA.5疫情爆发来第二高的进入 痛批死那么多人 总统只关心选举 天天死亡两位述说疫情转好 你活在平行时空吗 小英狂催票 但30万确诊者却可能投不了票 高喊民主却反其道而行 今年民进党选情不佳 所以他希望尽量降低投票率 他才会用各种方式设下门槛 让人民投票意愿降低 民进党遇到选举就打抗中牌 但偏偏郑运鹏赚人民币 高端入资争议 让绿营踢到铁板 恐怕很快反应在选票上 记得林兴线刘志展林佩杰 台北桃园采访报道 经常这晚上睡不着觉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 茶氨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你们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 折扣码 CTI 717 若于帮你来打折